新保守主义者想要更多的战争 这并不令人惊讶 但看到好战者如何为他们的死亡和破坏愿景辩护 确实很有趣 就在昨天 美国政治中两位最有权势的人物 两位民主党参议员 在新保守主义媒体《外交政策》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我想和你一起研究这篇文章 以理解这些人的心理 文章的标题是《走向和平的道路》 需要美更多的参与 This is How 他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仍然是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作者是理查德·布鲁曼萨尔和克里斯·库恩斯 理查德·布鲁曼萨尔 1946年出生 现年78岁 是美国政治中较老一代的人物 尽管年纪大了 他仍然对派遣年轻的美国人去外国打仗 负有很大责任 文章为这种策略辩护 克里斯·库恩斯是另一位作者 两人都是民主党人 然而成为民主党人 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支持和平 这只意味着你支持不同版本的外国战争 这对我很重要 因为参议员非常有权利 鉴于他们人数不多 美国国会由两院组成 参议院是上院 他只有一百名成员 因此每位参议员都有重大影响 在众议院有435人 因此个人意见更加稀释 参议员们因为人数较少 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而且两院在通过法案和制定立法时 大致拥有相同的权利 让我们探讨这些人是如何为外国战争辩护的 为什么美国不断的军事介入被认为是可接受的 当这些人谈论对外介入时 他们不是指贸易、外援或和平参与 他们指的是军事介入 当他们谈论领导世界时 他们指的是军事领导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转变这一点的 文章以 上个月我们访问了中东和乌克兰的民选 和军事领导人 这两个看似无关的地区 因为一个类似的威胁而联系在一起 一个恶性且破坏性的力量 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 以及地区稳定 开始 外国介入如何因为海外恶性力量的存在 而得到辩护 这一点非常有趣 这反映了一种几乎成为 救世主般的新保守主义世界观 这是关于好人 通过在海外发动战争来保护国内的良民 因为如果这些恶性影响得以蔓延 那么今天是中东和乌克兰 但明天可能就是芝加哥和纽约 这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 他们将会侵害我们所有人 自越南战争以来 一直是这种情况 总有一种论点认为 我们需要在国外作战以保护国内的安全 因此 在新保守主义思想下 这一切都被视为防御 尽管它操作着海外 军事基地等 这些基地实际上是用来展示力量的前沿进攻基地 但它被称为国防部 然而 新保守主义者总是将其理解为防御 这里也是如此 邪恶在国外 我们将与之战斗 文章继续说 在这两个地区 美国的承诺和参与 对于维护民主和结束致命武装冲突至关重要 未能这样做 将对华盛顿在全球的地位 以及美国的利益 甚至这些地区的美国人的生命 造成长达数十年的破坏性后果 这是我觉得真正有趣的一点 为了保护生命 重点不是确保没有美国人在国外遭遇危险 相反 你做了相反的事情 你将美国军事人员 部署到伊拉克、叙利亚 和其他许多不希望他们到来的地方 当这些力量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就声称美国人的生命受到了攻击和损失 因此你们需要还击 这正是当三名美国军事人员 他们都是非裔美国人 卷入时发生的情况 这是因为军队经常招募年轻人 特别是来自叫贫困背景的年轻人 富家子弟不打仗 总是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 被送去为帝国战斗和牺牲 一直都是这样 我一直在想 瑞士是如何如此有效地保护其人民 以至于没有瑞士人在叙利亚死亡 没有瑞士军事人员在伊拉克或中东任何地方死亡 瑞士人比美国人更能保护他们的人民 因为他们不把他们送到国外参与军事冲突 另一方面 美国的策略正好相反 当你创建了一个半线 有人绊倒了 你就大喊冤枉 说 哦,我们被攻击了 而尼泰人正在占领叙利亚 这就是现实 而且这种做法被宣传为全都是出于防御 文章接着继续 谈到了连接加沙和乌克兰的话题 加沙的无辜平民无处可逃 也没有食物可吃 乌克兰部队在前线配给弹药 正失去对俄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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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乌克兰战争立即被描述为由俄罗俄引起的 而加沙平民的苦难 则以更被动的方式描述 我们不确切知道谁应负责任 就好像加沙的平民 在没有明确侵略者的情况下遭受苦难 他们不被描述 违背美国制造的炸弹或炮弹攻击或杀害 相反 他们被描绘成无处可逃 好像他们的苦难类似于自然灾害 相比之下 文章迅速指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苦难负有责任 这是用来转变叙述的一种常见技巧 根据文章 乌克兰部队因缺乏继续战斗所需的基本装备 而死亡和失地 文章进一步指出 有了美国的军事机吃 乌克兰不仅可以反击 还可以赢得胜利 没有这种支持 乌克兰的失败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快 如果乌克兰倒下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下一个目标 很可能是北约盟友 迫使我们保卫他们 不可避免地让我们自己的部队站上前线 新保守主义者仍然对乌克兰的代理战争 只涉及乌克兰军队感到非常满意 这意味着只有乌克兰人在死亡 这一点已经被反复提出 北约内部普遍的信念是 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发送更多武器的理由 与两年前相比没有改变 论点是 如果不再乌克兰停止冲突 就会发生类似越南战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战后,南越被消灭了 今天,美国与越南有着安全伙伴关系 去年刚刚升级了他们的关系 美国为越南现在是一个亲密的军事伙伴感到自豪 这种情况很讽刺 因为50年前 美国正与越南进行致命的冲突 使用的是今天相同的言词 这表明,关于永远无法 与俄罗斯和解的恐惧煽动 是没有根据的 在45到50年后 美国现在与它曾经作战的国家越南成为了朋友 当前,美国很高兴与越南合作 特别是在对抗中国的努力中 这表明了谁被视为敌人的转变 或是在对抗中国的努力中 因为你还有另一个敌人 因为你会有另一个敌人 总是有一个敌人 这类敌意 或者说 越南是一个共产主义专制政府的事实 对美国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越南有一个专制政府并不重要 只要你能与他们达成协议 将来可能与中国作战就行 尽管我必须说 越南在目前与美国的交往中非常聪明 而美国对其与越南的关系解读过度 简直糟糕透了 但好吧 我们现在回到文章上来 文章说 如果加沙地区的局势恶化 冲突蔓延到整个地区 我们的军队可能同样面临风险 伊朗的代理人 如也门的胡塞武装 黎巴嫩的真主党 和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力量 正试图利用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 实现伊朗长期以来的目标 即迫使美国军队撤出该地区 文章试图将美军撤出与伊朗的幕 不要联系起来 这意味着 如果军队离开 如果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不同愿景成为现实 那将意味着伊朗的胜利 因此 为了不让伊朗赢 美国需要留下 所以这就是好战者的心态 我们这边的任何损失 任何撤退 在他们看来都自动成了对方的胜利 这种零和心态 也非常新保守主义 没有双赢的局面 没有共同繁荣 要么我们赢 要么对方输 要么什么都不发生 所以 建讨你的立场 非常典型 文章继续说 我们不能让伊朗成功 否则 美国将面临非常真实的战争前进 这种参与使得该地区的国家选择更少 别无选择 只能接受伊朗这样的恶性影响 如果我们退缩 我们不能希望改变观念或建立 注意 对这些人来说 伊朗除了是恶性影响之外 完全不可想象 他们认为 与伊朗合作是可能的 伊朗可能对该地区有正面影响 对他们来说 伊朗是纯粹的邪恶 你需要与邪恶作斗争 因此 你需要留下 这是这些人思考的一种非常愚蠢 但直接的方式 文章继续说 最终 防止中东地区更广泛的战争将需要传 第一个信息 表明华盛顿认识到以色列有自卫的义务 但也期望以色列遵守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 其军事行动符合最高标准 在这一点上 我对文章有点惊讶 因为它确实是第一次有点批评以色列 当然 这完全是荒谬的 在屠杀巴勒斯坦人四到五个月之后 仍然说以色列应该遵守最高标准 这实际上与正在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 以色列一直在对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 就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 做着与这些法律体系所规定的一切相反的事情 然而 仍有些人大言不惨地说 我们必须将他们持到最高标准 如果以色列所做的代表了最高标准 那我们也许应该放弃 因为这种种族灭绝是完全可怕的 这是如此令人发指 以至于连新保守主义者都发现很难淡化 这是他们试图美化他的最佳努力 即便对他们来说 此刻也是一个艰难的卖点 文章接着提到了 例如 美国总统乔·拜登上个月发布的国家安全备忘录 要求接受军事援助的盟友 向美国保证他们的行动符合国际法 这旨在向以色列和整个地区发出强烈信息 真的吗? 看来他们假装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在产生影响 乔·拜登正在实现变革 但显然 这个信息没有被听到 暴力持续发生 大规模的暴行仍在发生 我不明白这些人在想什么 这对我来说看起来像是宣传 他们使用强烈的语言 但什么都没有改变 只要美国继续向以色列发送炸弹 武器和数十亿美元 允许其对巴勒斯坦人为所欲为 以色列就不会感到害怕 没有政治行动 这些话就毫无意义 而政治行动并未发生 这只是作秀 文章建议 为了展示其保护袈裟平民和援助工作者的承诺 以色列应该开放更多边境口岸 并改善预防冲突的机制 从而增加人道主义援助 然而 美国并不等待提供援助 以色列应该停止杀害平民 美国应该停止提供用于这些杀戮的武器 而不是假装它对以色列没有影响力 这是被推广的叙述 连同声称 美国现在将承担重大的人道主义努力 根据发言人的说法 以色列将会摧毁这一切 我的意思是 基本上 你现在所做的 说我们将为那些稍后 会被以色列人用饱满的肚子杀害的人提供食物 这就是目前的悲哀所在 文章中说 在我们与以色列总理奔亚明内塔尼亚胡的会面中 我们警告不要在拉法市进行大规模地面进攻 美国是唯一有信誉向以色列传达这一信息的国家 如果内塔尼亚胡不听从 拜登政府和国会将准备采取更有说服力的措施 以确保遵守美国政策 五个月过去了 火机们 以色列显然正在屠杀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 并且没有停止 而你们什么也没做 什么都没有 甚至没有扣押武器 对吧 这仍然是美国武器杀害这些人 文章表达了希望在加沙的战斗中 实现有意义的人道主义暂停 并结合人质的释放 这是可达成的 现在 这也相当令人愤慨 因为文章没 有呼吁停火 只是一个人道主义暂停 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他们甚至没有呼吁停火 这就是你知道这些人 仍然非常受以色列政府议程的束缚的方式 因为人道主义暂停 与其他完全不同 人道主义暂停意味着 如果哈马斯同意暂停两周 并释放所有人质 那么根据协议 以色列将有权在两周后恢复轰炸 并继续杀害巴勒斯坦人 需要的是停火 需要以色列人同意停止 杀害巴勒斯坦人的协议 即使这意味着不针对哈马斯成员 出于某种原因 在西方 主张消灭所 有哈马斯成员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哈马斯被期望同意被跟除 这似乎是西方设定的最低标准 在这个过程中 杀害巴勒斯坦人似乎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普遍的心态 所以文章并没有呼吁停火 而是呼吁人道主义暂停 延长的人道主义暂停 可能会重新打开通往中东和平的大门 通过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 之间的正常化和经济一体化 提供更大的和平机会 因此 文章并不寻求永久性停火 它和新保守主义者所渴望的是和平 这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对10月7日的袭击 打乱了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正常化关系的努力 感到极度沮丧 他们想要回到这些努力上来 他们对中东和平的愿景 是一个美国和以色列的影响力 在所有其他国家之上 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 这是因为新保守主义者 将绝对的统治和控制置于一切之上 他们无法容忍任何反对他们观点 或寻求另一条路径的人 他们对和平的愿景 并不一定包括巴勒斯坦人 相反 他侧重于美国 通过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维持控制 了解这一点 哈马斯及其在伊朗的支持者 在10月7日发动了一次可怕的袭击 部分原因是为了阻止以色列 和萨特阿拉伯之间的重新排列 这对他们很重要 他们将所有负面事件 与伊朗联系起来 在10月7日袭击之前 我们接近达成一项协议 停战可能会导致一种条件 使得萨特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 可能进行建设性对话 而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或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对话 新保守主义者 主要关注的是萨特阿拉伯和以色列 文章继续说 在我们旅行的每一站 我们听到的是建立更大安全性 和朝向和平的潜在路径 涉及更多的美国参与 而不是更少 这种观点是预料之中的 因为讨论仅限于那些同意 并邀请我们的人 例如 You need to stay 招呼 The four with her 以色列人交谈 我们听到这种观点 并不令人惊语 这完全没有意义 文章继续说 我们可以通过明确告知以色列人 我们对他们在该地区的期望 并采取措施 确保一个真正的巴勒斯坦未来 从而将以色列 哈马斯战争引向和平之路 谢谢 至少有这个 至少在最后你提到了它 我们可以给予乌克兰所需的支持 以击败残酷的俄罗斯入侵 所以 又是更多的战争 我 我们需要通过战争解决我们的问题 这就是他们所呼吁的 这看起来可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但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 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再次强调 是以军事领导的方式 没有外交 没有和平的方法 没有试图降低紧张局势的尝试 只是一如既往的增加更多相同的事物 和更多的军事开支 领导力总是意味着军事领导力 我希望有一天看到美国将领导力重新定义为 作为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公民 并促进和平而不是战争 在那之前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我所有的美国朋友表示歉意 我不是想批评你们 我不是想对美国人不友好 我认为这是大国错觉的外在表现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控制这些权力 这些通过这种痛 知心态和心理创造大规模 死亡和破坏条件的人 谢谢 这个兴趣和nom威怡 谢谢